另外两个同学学家是这么来的 所以我在班上 我的能力比大家确实强一点 我的记忆力很好 几乎听一遍不会忘记 至少能保持一个星期 长时间不行 一个星期之内 我听的时候不会忘记 我的理解力也比较强 所以每一个同学学讲解 我都帮他们很多忙 二十多个人 每一个学讲解的都学一两个月 到什么时候才轮到我呢 我还没有轮到出家的人成熟了 我就离开了 离开之后 老师还惦念着 常常常想着 我也舍不得离开他 我再回去 再回去出家人身份 参加这个班 继继续学习 所以这个班上出家人只有我一个 我是因为在家身份 在这班上学习的 有这么个特殊的音源 老师是居士身份 对出家人 对出家人很恭敬 不敢教出家人 所以我有特别的音源 我可以参加这个班 最后我在那里学了一步 打击 在班上学了大概将近有 十几步 小步进 就是班上所教的 我记得的时候 好像是十三步 我们旁听 我在旁听听了十三步 这十三步我都能讲 他都讲得不错 所以我一出家 白胜法师 就请我到三藏学院去教书 我学的十三步 在三藏学院 一个学期只能教一步 他三年毕业 我十三步才用了六步 还有七步还没用上 所以我以后对佛学院 就没有兴趣了 那个私塾班很厉害 他是一门一门教 大概两个月 你就学到一步去 你就会讲 过程是单一的 不像佛学院 佛学院过程是交叉的 每天有好几个发色的上课 所以学生头脑 都像江湖一样 什么都不懂 佛学院四年毕业 一步进都不能讲 我在李老师那个班上旁听 旁听一年三个月 我会讲十五步音 所以佛学院的教学是失败了 中国古老私塾教学方法是成功的 那个里面的方法 教学的理念 教学的方式 真正是一流的 你看在中国流传七千年没有改变 现在一变成修校又改变 人才没有了 在中国流传七千年没有改变 在中国流传七千年没有改变 太阶运 超传七千年没有改变 感谢观看